玩花梯时男童右腿惨遭骨折外媒图片对很多小孩来说,游戏场所仿佛就是他们的欢乐天堂,不过一个不小心,空成为孩子们的地狱, 英国近日发生一起乐极生悲的意外,一名妈妈开心抱着儿子溜滑梯时,不料男童的右腿竟在滑行时直接被折断,导致他当场痛得哇哇大哭,让在场的家长相当心疼,男童的右腿大上石膏,目前已能恢复走动。 外媒图片,据英国媒体报道,这起事件发生在东北林肯去克里索普斯Kley Dobbs近日31岁的詹姆斯。 这一译于26岁的妻子菊特丽,Shena Kay Clay 带一岁半的儿子乔治.George到公园玩溜滑梯, 菊特丽抱着乔治从长长的溜滑梯一路往下溜,没想到正当詹姆斯在底下开心帮他们母子合影时, 突然趴的一声,男童的右腿直接被折断,很多母亲喜欢带孩子一起玩滑梯网络图片。詹姆斯表示,当时基特利将乔治夹在自己的双腿中间,母子俩开心地从溜滑梯上方溜下来,没想到溜到一半时,乔治的右腿突然弯起,直接被快速地下滑力道给折断,当场痛得发生大哭,索性宋依依接受治疗后并无大碍。 目前乔治的右腿打上石膏,已能恢复走动,不过这惊险的一幕,仍让詹姆斯与基特利记忆犹新,提醒其他家长千万要小心,以免类似悲剧再发生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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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